与此同时,五竹到了范贤身边 远兵到了 范贤也听到了 怎么都不会想到神庙的人竟然会在这时候选择参战 当然是惊喜了 因为范贤抬头看到赤犬这孙子的电磁辐射场有些紊乱 看来是被战场的形势影响到了 说,现在同我杀了赤犬 而此时,白令长也看到了 没错,那群人正是古武者联盟的人 他们腰间都佩戴着古武者联盟独有的令牌 古武者联盟的人的确很强 对上普通大宗师机器人,他们不仅游刃有余 而且一对二甚至一对三都不是问题 随后,范贤五竹两人再度联手 直接朝着赤犬杀了过去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赤犬当然也知道 目前的形势对自己不利 可是圣主在离开之前将基因祖地交给了自己 哪怕是拼得报废也要一战到底 范贤五竹对打赤犬 此时,一道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 是月牙 接下赤犬的一招,范贤忍不住问了 月牙,你代表月牙城吗? 同时,月牙回头说道 我,代表人类联盟 人类联盟? 我去,月牙竟然是代表人类联盟 这一道是范贤怎么都没有想到的 你的意思是 人类联盟也派兵到金祖地来参战了 月牙说道 原本还没有到最后的决战时刻 联盟是不可能出动的 可因为你要求了 所以上面才同意了 因为你持有人类联盟的信物 放心,皇城一战 已经消灭了金祖地太多的有声力量 而你那一手阿瑞斯病毒感染晋级之门 让整个人工智能世界都停止了沟通 只要开战就不会有救援 所以,他们来了 月牙自信满满地说道 而且联盟还启动了秘密武器 战场的后方 各个神庙的兵马都已经杀了上来 与机器人厮杀在一起 鼓舞者联盟的修士也都杀了出来 这片战场上没有人统计 不过有估计 应该数量与机甲的数量相当吧 此时,战场上的人们再次感受到了 来自后方的威亚 那是一座很高的风石城堡 推测大概有四五十米高吧 突然,那风石城堡 好像遭到了攻击一样 直接倒塌 有声音传来 是人类联盟 对于人类联盟 许多人都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 毕竟之前的神庙 他们就是存在的 只是后来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将近五十米高的巨大身躯 突然出现在战场之上 吸引了交战双方的注意力 都以为那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武器系统 重装武器 这是前所未有的名字 也是前所未见的装备 只是他们想不到 此时在重装武器中 却坐着一个人 一个年纪并不大的少女 重装武器 竟是由那个少女控制的 她叫青红 重装武器启动了 六支巨大无比的钢铁巨角站了起来 体型变得更加巨大 在保持巨大体型的同时 速度却一点都不慢 直接朝着基因阻地方向行进 锁定目标 青红再次下达一道指令 于是还在行进过程中的重装武器系统 背上数百枚武器也开始动了起来 瞬间射击 战场上的婆娑怪物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抹杀 此时 司灵也被震惊到了 他是真没想到 有军抵达 竟然还这样强大犀利的武器 可惜啊 如果能早些来的话 自己的机甲也不会损失那么多了 战场上 杀婆娑怪物 已经不能满足青红 而且在吃了第一波攻击后 基因怪物们显然也有了防备 小心盯着重装武器 他怎么走位 到什么地方都被死死地盯着 而此时 青红直接盯上了更大的目标 在与范贤武竹 月牙三人纠缠的时候 赤犬忽然收到了重装武器入场的消息 显然 即便是在禁忌之门中 也没有重装武器的记录 否则 他不会如此惊讶 不过 要比大的话 赤犬倒是不怕 赤犬直接给远处的天狗机器人下令 让其中一台收起 对付重装武器 于是 整个战场的人类修饰 再次震惊无比 尤其是范贤等人 经历过荒城之战的人 自然知道天狗机器人代表着什么 在他们的印象中 天狗机器人体型很大 不过行动十分迟缓 所以在荒城之战中 才会被人类消灭 最后连纳米核心都夺走 可是 奇迹在范贤他们的眼前发生 同样是天狗机器人 同样的外形 同样在制造弹型机器人 可是那个个体 突然发出隐情的轰鸣声 随后所有的软管管道都收了起来 之后 那天狗机器人 竟然用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发生形变 如果完全站起来的话 天狗机器人的高度 至少在200米以上 可那个体 在发生形变的时候 并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 而只有50多米高 体型大概跟重装武器差不多 体型变更之后 天狗机器人的行动速度也快了许多 身体变得灵活了起来 原本是四条腿在地上跑的东西 现在竟然变成了两条腿 站起来了 而且外形上看着也跟人类大同小异 头 手 脚 身体 所有人都被天狗机器人所变化出来的人类给震惊到 变形之后 那变形金刚直接朝着重装武器那边冲了过去 片刻后 重装武器和那机器人就厮杀到了一起 现在的青红已经杀红了眼 他直接朝着那天狗机器人就冲杀了过去 摆出一副要肉搏的架势 远处 司灵看得清清楚楚 他都知道 重装武器的优势是拉开距离的 可眼前这一幕要怎么回事啊 要肉搏了吗 唉 罢了 司灵叹了口气 系统 调集二十台机甲过去 协助那机器作战 天狗机器人变形之后 还是比正常的机甲要大四五倍 可是近战的话 机甲的数量优势 正好弥补了重装武器近战的劣势 金足弟之中 与三大强者叠战不休的赤犬正在炫耀 嘿嘿 三个人嘛 的确 你们三个人实力很强 可是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那便是你们的秘密武器嘛 真是个不错的东西 放心 等得到那东西的躯体后 很快神主就会开始大规模制造 很快 人类世界就会被这种东西占据 之前成都就有说过 他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白色宣告基地的机甲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而经过这次大战后 如果有机甲躯体被禁忌之门得到 很快在战场上就会出现禁忌之门的机甲 而且这不是说说而已 学域之战后 斯林有专门的数据统计 他的机甲真有好几具遗骸失踪被人带走 成都估计 下次战斗时应该将机甲作为预定目标 所以 看到这突然变形的天狗机器人 范贤有些拿不准 这究竟是机甲的扩大体 还是变形金刚 月牙在战斗的空隙中 也对此表达了担忧 你有没有信心啊 他自然是知道 人类联盟隐秘了这么多年 如今才现世 最怕的是 被禁忌之门知道后 各种秘密泄露起不到突袭的作用 原本人类联盟是决定 不到最后决战 绝对不会出来的 现在既然出来了 连重装武器都带了来 可想而知 若是这种武器被禁忌之门复制了去 那么等到最后决战 人类可就没有优势了 人类联盟 将自己这组织当作是人类最后的救命稻草 无妨 这次突袭基因祖地 不是我们禁书灭亡 就是基因祖地禁书灭亡 首先从高阶机器人开始 从赤犬开始 说着 范贤周身异能大长 杀气滔天 赤犬更是震惊不已 都已经厮杀了一天一夜 范贤这家伙 哪里还来这样的战斗力 而且在应付范贤三人攻击的同时 他还得分心 去看看天狗机器人那边的战斗 重装武器的出现 他起初是大吃一惊 后来 听到人类联盟这个词语 更是陷入了震惊 可是 一切的震惊 都不如将那重装武器 献来给神主 所以 他是兴奋的 可这兴奋的劲儿 还没有持续几秒钟 他便呆住了 因为重装武器配合机甲 竟然直接杀死了天狗机器人 被乱枪射爆的那种 他看到 一群机甲 直接朝着变形的天狗机器人冲去 啥事情也不干 也不指望机甲的武器 能够击败那天狗 机甲上来 就将天狗机器人团团围住 扯胳膊的扯胳膊 扯腿的扯腿 直接陷住了天狗机器人的行动 原本范贤心中还有些担心 毕竟 这东西的体型太大的话 就意味着 激动性会差一些 可是 这并没有关系啊 人家的活力太强大了 连天狗机器人都一击灭杀 现在可好 完全没有这种担忧了 齿拳 受死吧 范贤从来没有如此清楚的感觉到 战争该结束了 总的来说 各方援兵到了 双方的兵力对比 完全发生了改变 尤其是在大宗师这个级别 人类已经完全超越了基因阻地 大宗师的数量 人类这边已经达到上千了 在这个层面的战斗 直接决定了整个战场的走向 在基因阻地外面 大宗师级别的战斗 不断分出胜负 不仅如此 基因阻地的高阶级器人 也有越来越多的在陨落 即便基因阻地的数量多又如何 只要大宗师级别的胜负分出 在面对低阶战力的时候 一个人类大宗师 能打一百个甚至上千个 因为电磁屏障没有 所以这些消息 能够传送到范贤这边 现在 他对战场的了解胜过任何人 所以才知道 这战斗该结束了 这一招 范贤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只是这次 他这异能场域格外不一样 展开之后 还是将整个基因阻地 都给包围住了 而此刻 范贤能清楚感知到 在场域内每一个个体的存在 而此时 赤犬在场域中 他的行动 想法都明明白白 摆在范贤跟前一样 预测战斗轨迹 赤犬感觉到了异样 心中已经很快有了决策 他知道 不能跟范贤打 应该将范贤的能力 以及基因阻地发生的事情 传递出去 只是 他的这种想法 也被范贤看透 预测了赤犬的行动 范贤直接将对方接下来的行动 传递到了月牙捂住的脑海中 月牙好似在聚集异能之力 要与赤犬厮杀战斗 而此时赤犬便想要跑 只是在他动身的瞬间 月牙的冰冻 已经提前预判了他的位置 神一样的预测 直接将他动住 范贤无助同时攻击 回天灭地一样的攻击 只是在瞬间 赤犬就吃了他们无数的攻击 赤犬再怎么强大 也不可能硬扛 他们两人联手的正面对抗 下一刻 范贤看到了赤犬的能源核心 想都不用想 直接将其熄灭 临死之前 赤犬却笑了 嘿嘿嘿 范贤 你想将禁忌之门的一切 都掩藏吗 我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种级别的机器人 在临死之前 都是能紧急将所有数据 都发送出去 嘿嘿嘿 赤犬究竟想要发送什么 范贤也不知道 不管怎样 赤犬已死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